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来净猜当期节目的嘉宾 是否签手成功 那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呢 由凡人游戏 线下婚礼服务中心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大家赶紧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一起参与进来吧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 这位女嘉宾呢 是一位45岁的单身女士 从来没有走入过婚姻 没有结过婚姻 那女嘉宾呢 她身材高挑 形象气质俱佳 而且呢 她多才多艺 爱好广泛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 条件非常不错的女嘉宾 却一直是单身的状态 那不知道您会不会跟我一样 觉得特别的好奇 感觉呢 她应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来认识了解她吧 大家好 我叫邓玉华 今年45岁 我的老家是美丽的槟城 东北哈尔滨 我在重庆工作和生活 我的职业呢 是做广告文化 本期交友女嘉宾邓玉华 年龄45岁 身高1米65 职业个体经营 月收入2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呢 从小到大就喜欢文艺呀 喜欢诗词呀 喜欢绘画呀 也喜欢做点小手工啊 而且我也喜欢那种很古典的一种 一种美 但是同时呢 我也喜欢现在的时尚 其实文艺是包罗万象的 正因为如此呢 我每天花些时间精力 在这方面畅扬在那个文艺的 这个圈里 我就觉得生活得很快乐 对生活呢 很热爱 同时呢 也是对未来很有期待的一个人 今天呢 我来到这里呢 是有一种很原生态的 全身都是素颜的一种状态 我就觉得原生态就是最美的 我们人到中年 也有中年女人的一种美 成熟啊 温柔啊 稳重啊 还有一种岁月的美 女嘉宾热爱文艺 热爱生活 乐观自信又开朗 对于另一半 她到底又有着怎样的要求呢 这么多年呢 一直把重心呢 放在那个工作上 从今年开始 我就想把重心呢 移一下 一边有工作 一边还要有生活 希望在工作上面 能找到一个知己的同时 也能在生活上面 找到一个灵魂的伴侣 我当然希望她也跟我一样 喜欢文艺啊 喜欢体艺啊 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才能更加的丰富多彩 锦上添花 同时呢 我也希望她呢 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 人到中年也要获得丰富多彩 对于她的身高呀 外貌啊 职业呀 这个我就觉得 就看缘分吧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身体健康 心态好 此时的女嘉宾满脸欢心 笑谈人声 但后来究竟和特派员 聊到了什么话题 让她摸起了眼泪 确实那种很痛苦 失去了生活 失去了意义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 你要享受这个痛苦 孤独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女嘉宾笑容的背后 究竟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你好邓姐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 在我见到邓姐之前呢 我大概了解了一些 你的个人的情况 但是我的这个脑子里边 有很多的这个疑问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我这个人比较八卦 第二呢 是我觉得确实你 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故事 经历了一些事情的 对吧 所以我接下来呢 就很想能够花一点时间 跟你聊一聊 我也希望你能够慢慢地敞开心扉 跟我分享一下 你在重庆的这二十多年的一个生活 有点紧张 开始紧张了 他知道我要进入核心问题了 对 有点紧张 那为什么你在重庆 一直都没有结过婚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 肯定也有喜欢的男士喜欢我 肯定的 我们中年人还是有浪漫的故事 在心里 但是随着很多意外的发生 最终就没有走到一起 很多意外的发生 就没有走到一起了以后 就把时间精力就花在工作上 一致自尽 这个所谓的意外是什么 就是爱我的那位男士和我爱的 他就意外的去世了 虽然您在讲这一段事情的时候 你是面带微笑在讲的 对呀 生活要微笑嘛 但是我觉得你的内心 应该没有你在脸上表现出来的 那么轻松 肯定啊 感情它是双人间的 有多爱就会有多痛苦 这段感情都有你的影响 肯定啊 一生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 你对不对 有多长时间 哦 我看到超过十年中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真爱 你跟他长达十年的时间在一起 你不跟他结婚 还阴差阳错嘛 经常出差嘛 反正有些东西都错过了 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出差 我那个时候有点喜欢那种 自由自在的 我喜欢对婚姻舒服 觉得享受恋爱的感觉 感觉更好 但我没想到他就意外地去世了 这是个意外 有多长时间了他走了 我看他应该走了有 五六年了 很痛苦 这五六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就觉得不相信他会离开 但是他也离开了 这段时间确实那种很痛苦 消沉的一段时间 我甚至觉得好像 失去了生活 失去了意义 那你当时没有想过离开重庆呢 这有他的身影啊 有他的味道 有我俩的故事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 你要享受这个痛苦 孤独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酸甜苦辣都享受才是完美的人生 最近这五年 你自己觉得你的心态和想法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有 有 有 以后的人生还有几十年 而且人生只有一次 我爱的他不会离开我的 他只是说换了一种方式 依然在我心里 以前是生活中陪伴着我 现在心里面依然陪伴着 可能在灵魂里边陪伴着你 我会想如果他此时刻怎么希望我 他希望我过得好 那你忘不掉他 你接下来怎么会 你怎么样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呢 我会坦然地告诉他 我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非常爱的人 但是我现在人到中年 我想的是以后 以后我会跟一位男士 共度余生吧 这就叫寻找有缘人 如果他跟我有缘 他就会接受前面的所有的一切 我希望我下面找到 如果有缘的话 世界性稍微不要像原来那么强 就是把事业和生活 还是要时间和精力 还是要把它管理好 我不希望后面这个和它是一个复制品 希望它是独一无二的 好 按照刚刚您的这个说法 你现在应该是做好了准备 去迎接一段新的感情 至少说要尝试 去迎接一段新的感情 对吧 心理的准备做好了 那今天来相亲 您还做了其他的准备没有 待会来相亲那个男士 我也可以欢迎他到我家里坐一坐 对我精心全面的了解 我觉得人都是很坦诚的 我很坦诚 他也应该很坦诚 女嘉宾虽然表示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重新出发 然而镜头之外的他 依然情难自禁 为什么会 谁问这些我就很相信了 他问到 主持人问到这个 对啊 好奇 你就理解了吗 你要不问我今天 还不说这些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电视剧里的人 我们都经历过 那些爱情故事 但是他去世了呀 就很痛苦 那种痛苦嘛 不知道你们体验过没有 应该没 很难走出来 但是 什么还要继续嘛 刚刚我们就跟女嘉宾 也聊了很多嘛 就觉得这姐姐 也是一个比较有故事的 这样一个女士嘛 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 中年的女生的恋爱方面 可能把控的 没有那么准 就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士 才适合她 所以你原下之议 就是因为我是中年人 所以你想来采访我一下 没有就是 开玩笑 开玩笑 只不过呢 我觉得确实 因为我跟其实女嘉宾的年龄 是比较接近的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 她这么多的这种 感情的经历 和刻骨铭心的这种爱情 但是 因为毕竟可能年纪相近 我也能够体会到她这种心情 在我看来 我们要给女嘉宾 物色一个什么样的男士 首先第一 还是要有一定的 这个生活的基础的 对吧 因为她自己反复也在讲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其实还是有很多是 要踏实的生活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如果只是要求去追求 一份稳定的生活 可能又不是她喜欢和接受 对 如果一个男士 性格比较外向 然后呢 多才多艺 反而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讲 是一件好事 对于这个女嘉宾来讲 是一件好事 对吧 对 可以治愈她之前的这种 对 因为有可能 就是至少说在过去的这五年 她可能生活的比较的 就是沉重一点 所以如果生活当中 能够突然进来一个人 带给她一些欢笑 带给她一些轻松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反而会打动她 对 那我尝试联系一下 这样比较开朗一点的这种男士吧 来到现场的究竟会是一位怎样的男士 她又是否能够抚平女嘉宾曾经的创伤 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呢 那个男嘉宾到了 哦 是吗 对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先把她接到 然后认识一下好不好 好的 就是现在背对着我们 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衣 斜跨了一个包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背影的这个男士 就是今天的这个男嘉宾 那我们是把她约在 就是你们家楼下这个商场门口等 如果是个中年人的话 一般都是很油腻很发起 他没有油腻发起 那说了这么多 人家在这个地方也估计等了很长时间了 也冷了 我们先赶紧过去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好不好 来 张大哥 上了年纪的男人 不得不由的温重 大家好 我叫张五号 今年五十岁 身高已经没发布 当然是跳起来的时候 我现在从事自由职业 月收入八千左右 又是一两万 本期教育男嘉宾张洪和 年龄躺十岁 身高一米七零 自由职业 月收入七千到两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之前我从事过很多职业 教个书 中个地 开个学校 开个小卖部 摆个地摊 当个保安 身材当个棒棒 看起来 我又五六十岁了 但是我的心态很年轻 我的爱好就是 十次 我英雄 运动 人生当中 不可能只有工作 只能挣钱 还有自己的爱好 如果买自己的爱好 那和现实有啥区别 男嘉宾和女嘉宾一样 性格乐观开朗 并且热爱文艺体育 在诗词方面 男嘉宾更是相当痴迷 十三四岁的时候 诗心大法 开始写自己的 古词词词 那么就用凡人游戏 来写手长头诗 凡尘 自够多精彩 人间 风景 更迷人 男嘉宾多才多艺 心态年轻 但为何已经到了 吃天命的年纪 还是独身一人呢 我五十岁 目前未婚 要找到新年的另一半 很难很难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苦苦寻觅之中 但愿通过这个南部 能够找到我 新竹的另一半 让我度过未来的人生 让我和他共同谱写 我们未来的美丽的 灿烂的人生篇章 不管年龄 相貌 身高 体重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我只要求我们两个 三观一致 能够达到心灵的起火 和新鲜的共振 男嘉宾的责务要求 三观一致 兴趣相投 追求精神共鸣 在兴趣爱好和人生态度上 男女嘉宾基本一致 两人也期待着 遇到精神契合的另一半 匹配指数90%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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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从哪里过来的呀 我从红车火高 我从江北过来 遇到辛苦辛苦啊 不辛苦 命苦 那你这个话说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的意思是今天到这来 你命苦 不是 明明师总没有安排过 一个啥子 一半月老的红顺 始终不帮我和另外一半给纸上 请进来的身间 始终不帮我和另外一半 好吧我正式介绍一下 大哥姓张 张大哥 这一位是姓邓 中文士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作为中年人的话 还不是只把外表放在第一位 还是要看内在的品质啊 内在的个性啊 生活方式啊 还是要多了解 好那今天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么远吧 大哥从江北叫到渔洞来 有一点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邓女士呢 住家就在这个附近 对我就住在这里 然后呢也希望你 多了解一下她的生活 对 那你现在就是地主了 今天天气比较冷 要不然请你们到我家里面去坐一坐 好 你看好吗 这个怎么好意思呢 哎呀那这样吧 我就公信不如同命 我去好不好 欢迎欢迎 那还是我去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好走吧 男嘉宾的开朗幽默 让初次见面的氛围非常轻松 但后来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很喜欢你 我改的 好样改我身体也要改的 好样改太阳也要改的 口号谁都会喊 但是生活是财米油盐 不是说我足以求物质 四五十岁都拿不出衫是吗 怎么可能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为了回馈大家呢 对于凡人游喜的支持和喜爱 那我们的节目呢 增加了一个实时的游奖竞猜环节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节目播出当天晚上的 九点到九点五时之间 拨打8805 8805来竞猜 当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签手成功 那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呢 由凡人游喜线下红脸服务中心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大家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一起参与进来吧 哎就是这里 欢迎欢迎欢迎 哎呀 这果然是女生的房间 女士的房间是不一样啊 没有 是一个非常干净啊 很温馨的一个 我的一个 这个平时维护保养得非常好啊 很新啊 谢谢 谢谢 夸奖 房子虽然不大就单间配套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装修啊 这些应该你还是花了不少的 自己的心思的啊 是的 就是家具都是实木的嘛 所有的家具都是实木的 做工也不错 有点有点那种反骨的那样的 关键是这个非常加厉 就是一尘不染 是吗 谢谢你的夸奖 其实没有外人来的 那你平时多长时间搭扫一下 每天都要擦一擦 每天啊 每天啊 每天 收拾一下屋子也是生活的 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把自己的小窝很温馨 很干净 就是住着很舒心 你看这个大哥一直在观察 一直还在观察 分厅嘛 再看一下这个 40多瓶的那个小物哈 对呀 光复就是整个世界 哦 你感觉怎么样吧 表大哥 让人惊叹 惊叹 惊叹在哪里 反正我感觉到是一种温暖入村口 你平时做饭吗 很少 是不是哦 嗯 这厨房还挺大的 你不做饭多浪费啊 但是我看你这个厨房 好像确实不太 不太 平时不太做饭吧 你看看 我天 我们看看这个厨房 很少开房 来 我们待会请盛项大哥 给个特写 你看这个整个这个灶台 买回来以后 应该就没用过吧 邓姐 那你平时干嘛 你是太阳能的吗 你不吃饭哪 我们下面就是商场啊 下面有很多美食 我们住在这里面 工作生活都很方便 我平时工作很忙 有的时候就随便买一点 就OK了 那这个厨房 你专门还花钱 把它装修来的原因 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我看着很舒服 看着舒服 对啊 等个人给你弄饭是吧 对 这也是个工作的区域 一个吃饭的区域嘛 你平时喜欢把窗帘关上吗 喜欢关上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我住我的世界嘛 我自己的小世界 因为一般我们不是睡觉的时候 我们把窗帘拉开 平时白天我们都会 其实我也喜欢关窗 我觉得这种 有个智能一点 不不 我觉得这种有一种 私密的感觉 说明你的这一扇门和你的心 现在还是关着的 等待一个有缘人来把它打开 你先给心理医生 因为这个生活习惯你而比较特别的 而且我整个家里参观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邓姐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整洁 对 然后有重度洁癖 也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津津有条 生活要 就是很在生活品质和质量这样的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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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张大哥你找到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没有 找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印证我这句话的事情没有 从他的这种房子的终结 你这五件 贝房的贵贵局局 这些贝子 它都很平行的 你平时家里摆东西 会用那个尺子来拉吗 来量吗 有会有会 真的假的 我随便你说 这都是我设计的 你看啊 我跟大家讲 家里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 这个我倒是觉得很正常 因为你自己平时很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 徒子都是我花 哦 这个家里 说实话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麻雀虽小骨藏俱全 而且家里应该是布置的非常的温馨 然后每一处都有你自己的心思和你的心血在里边 但是我总归还是觉得呢 少了那么一点点 烟火气和生活的痕迹 而且 就目前来看 关闭的窗帘 和每一个门把手上面套着的中国节 那我们邓姐的内心 应该现在还没有完全地敞开 希望呢 接下来张大哥能够打开他的心扉吧 去探索更多 你内心的一些感受和故事 好不好 那你们可以坐下来 休息一下吧 看到我的这个小家感觉如何呀 咋个说啊 生活哈 不能真正气气 不能完全靠规划 它就要顺其智商 当然也许某个人的爱好和那种标准不同嘛 但是你老实说啊 你叫我这种啊 每天都要把这些任何东西都要摆放到真正气气 连磁城都不能动 真的 我做不到 没有要求你这样做到啊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那就好 生活是五颜六色的 丰富多彩的 你保持你原来的 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我就想要保持自然 忍不住了 对不起 这样才有烟火气嘛 也是一种感觉 我这个人呢 我跟你介绍一下 我这个人就是从上知了 你有什么爱好呢 生活当中 不过就是爱好文学啊 还有些人写点诗词啊 不给了诗诗 会找损空的 会找打游诗嘛 你对女方有什么要求呢 没有要求 就是两个人能够互相看对啊 能够真心实际的摺取 这就是最大的要求 你觉得你在男士当中算优秀的吗 也不可以 我属于很帅的 但是属于内在帅 你很幽默 你对我有什么评价吗 我想听一听 你觉得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不能自己说是喜欢的 因为我们毕竟才认识 如果我说 我很喜欢的 我爱的 好要爱我生命也要爱的 好要爱太阳也要爱的 好要爱春天也要爱的 这就是骗的 说得很实大实的 还是很有好感 真的是有好感 有积蓄交往小区的那种念头 男女嘉宾的交流真诚又直接 当女嘉宾聊起感情问题时 男嘉宾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 你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一直单身呢 你口差也很好啊 而且也私情怀疑啊 应该讨女孩子喜欢 你结过婚吗 没有 其实以前也谈过几次恋爱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缘 出头自尽 有缘 没有孩子吗 没有 毕竟是中年人嘛 有没有特别爱上过一个哪个女孩子啊 有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啊 爱上过一个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已经死了一千多年 已经死了一千多年 你自己先走 我爱上过 你自己先走 我爱上过 真的 你自己先走是 总归 牵不齐才人 哦 因为我喜欢那种文文学啊 就是对你自己先走啊 非常同情 你那种青春期的时候爱上过他 后来就晓得不可能的 哈哈 你是真正爱上过他 是啊 爱了多少年啊 他爱了好多年 他是个古人啊 是啊 爱情有些时候和时间 可以穿越时空的限制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 与众不同的一种类型的人 你可以生活单于幻想 反正我就是我 都一样的烟火 他有一点与众不同 而且有一点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让我也有点吃惊 感觉还是觉得有点意外 我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后来因为那个 我另外一半他去世了 但是我现在打算重新开始 如果说我们走到一起的话 你能接受我心里面有一个 曾经爱过 而且我一直放一个人在心里面吗 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我和你在一起 即使你说梦话 说交出了他的名字 我也能够原理 因为毕竟他占据了你 以前 那么多年的情感 你说这个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必须要很坦诚地告诉你 曾经是我一段 很爱很爱的一段 一段过往嘛 但是人要继续生活下去 要往前看 谢谢你这么这样的理解 男嘉宾完全不介意 女嘉宾曾经的感情经历 那么谈及现实问题 两人还能如此和谐吗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房子在哪住 我在红巨河高 是买的房子吗 不是 我在县城买的 你指的县城是你们老家 老家 你是租的房子在红巨河高 这跟我有点不一样 这个房子虽然小 但是是我自己买的 以后在中心有打算买房子的计划吗 这个如果我走到林明班了 还有买房子的计划 现在租房子的状况我是认可的 但是如果有了一个家的话 还是应该有一个房子 经过了一番了解之后 女嘉宾到底对男嘉宾印象如何呢 跟这位男士聊到现在 你自己的感受和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人到中年了 做事要脚踏实地 口号谁都会喊 但是生活是财米油盐 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走入婚姻的话 家什么叫家 那就肯定要有一个房子 不管大小要有一个温暖的家 他现在还是在组成去租房子做 我就觉得 我还是建议他应该有个家 所以我替你的言下之意 就是你觉得他的条件还不太好 或者是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对 但是我是北方人 如果说真的要走入婚姻的话 我还是希望女方走到南方那边去 至于这个房子是两个人公共买 还是哪一方面买 这个两个可以商量 但是这个必须要两个人很坦诚的 不是喊口号 我能给你一切 一切是什么 比如说收入 每个月的收入怎么安排 我一个月大概能收入多少 这个是共同在一起吗 还是AA吗 就你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刚刚张大哥直接面对你的时候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都是很美丽的语言 然后没有实打实地走 走 这个就是给人感觉不落地 不落地 人不是靠口号来过日子的 我们要真诚地爱对方的话 要给对方真正的不光是交心给对方 还要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过最开始你跟我 就是我们初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太多的物质的要求吗 你只是希望有一个精神层面的灵魂的伴侣 他能够认可你 包容你的过去 给你一定的空间 对不对 那你也在变呢 我没有变 我只是说想了解他这方面 我虽然没有要求 但是我要了解 哪怕他是一穷二白 也要了解 而不是广给我美丽的语言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三四而立吗 古时的话 那就应该是知天命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的同时 也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那我就问一下 比如说咱们就说房子这个事 你觉得张大哥 他有没有买房的这个调节和能力 这个年纪应该有 年纪大的就买大一点 你小的就买小一点 那他为什么不买呢 他可能没有遇到他心仪的另一半吧 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要把钱不要放在这个房产上 他觉得肯定把钱用他自己想要的 年轻人出租很正常 那本来就应该 我们这个年龄的一直还是出租 确实很遗憾 我们这个房子也不会啊 我当时买这个房子买了三十多万吧 很多年以前 这个年龄三十多万拿不出来 不是说我足以求物质 你想想做一个重庆人的话 四五十岁的人拿不出三十万 怎么可能呢 看来女嘉宾对男嘉宾的情况 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但为何不久之后 两人又如此亲密起来 他们之间的感情 到底还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呢 喜欢吗 喜欢 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我全身的瘸血啊 一下子就冲到了天灵盖 张大哥啊 那通过呢 刚刚到女嘉宾家里去参观 包括呢 就和她的这个聊天 那到现在为止 你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这美丽还是很有秀的 不光从各方面啊 以及对感情的专业 还有对家庭的打扰啊 打扰地 我都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和她对视的时候 有种怦然行动的感觉 但是 但是什么 她这么有型的女儿呢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追她 不过 我不会使其决心 我会一定 用我最大的能力 去追求她 人生当中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你觉得 你如果喜欢今天的这位女嘉宾 你会做哪些方面的 努力和争取呢 在生活上 无为不自地照顾她 在情感上 用尽全心全意地 去温暖她 这个话说的是很好 但是你要具体要拉点 要怎么做 那都要生活做 生活中的才没有永远 江苏厂 慢慢地才能够 但是你有信心 做到这些是不是 肯定有 以后要更加弄点 这个当然生活当中啊 我觉得有时候 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决心是好事 谋死在人 成死在天 咱们说一点 就是实际的话嘛 大哥 怎么接接地气 说点实际的话 接下来你希望怎么样 来具体落实到行动上面 怎么样来表达呢 怎么样来争取呢 唱歌 唱歌 因为我和她 都曾经有过过去 但是我们既然相遇的 我们就从头再来 那待会我们就把 女嘉宾叫过来 好不好 你可以现在想一想 要唱什么歌 表达你的心情 把所有的千言万语 汇聚在你的歌声当中 也希望这个能够歌声传达出 一个人的真情吧 男嘉宾决定用唱歌 来表达好感 对于追求安稳生活的女嘉宾来说 这样的追求方式 又是否有效呢 反正我家对你感觉还是很好的 谢谢 反正感觉的很可爱 很漂亮 谢谢 很优扬 我们都是有过过去的 从今天开始 但愿我们能够和告别过去 一起从头再来 我们一起唱了首歌 那就叫做从头再来 哦 你唱歌唱得很好啊 我反正只是用自己的整群在唱 谁好不好了 留待别人评说 那我就来欣赏一下 哥哥唱的从头再来 欢迎欢迎 你和我一起唱 我听你唱吧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血肉在梦就在 天里之间还有这爱 看成白人生好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谢谢你的亲情演绎 当然我们能够走好人生的下半部分 对呀 珍惜每一天 把后半生过得幸福快乐 谢谢你 好 谢谢张 好 拥抱就不要了 握个手握个手 好 张刚刚你已经唱了歌了 那我再跳一段新疆舞吧 你帮我手机拿一下 好的好的 你打拍子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来给我一起动脖子 这样这样这样 好了好了你也来自己这个动作呀 我这个动作优美 知识难看 我就不去了 我就给它打拍子吧 好 他跳舞真的很漂亮 太热身了 我得成情其中了 不能光是靠唱一首歌 写一首诗来打动 打动我 至少我不会为了一首歌 或者是一个诗来打动我的心 今天真的是大饱眼福的同时 又一饱耳福 其实我觉得刚刚你们两个人这个互动 但是呢也是才艺的大比拼 当然我觉得确实你们两个人呢 都是多才多艺 就这一点上来讲呢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你看大哥会唱歌 那我们旅嘉宾呢 跳舞也跳得好 跳得不好 当然呢 我觉得人生当中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兴趣 有无益的细胞 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 是一种调剂是不是 可是生活当中呢 也不能只有调味皮 对对 咱们还得要吃主食呢 对但是 所以可能今天到现在为止呢 在精神层面的 在这个生活层面的 兴趣层面的东西 大家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那可是毕竟生活 还是要回归到柴米油盐 对吧 更多接地气的落地的 实在的一些实际的东西 对 那如果说你们还有一些 拿不太认定的话 或者不太清楚的话 那可以利用最后这个时间 你再去了解一下 再去确认一下 嗯 好吧 我想知道你一个月的收入 大概是多少呀 八九千 有时有万多 如果说你组成了家庭以后 你怎么分配你的收入呢 每个月的收入就拿来家庭开支嘛 我们两个人开支 那你一直单身 一直都没有买房的打算吗 你个人买不了 我县城有它 还有农村有它 如果说要买房子的话 你打算是从去哪个地方买呢 如果我们在家 看你喜欢在哪个市场 哦 看你一方 买房子的话 像我们这种情况 中年人的话 你觉得买多大比较合适呢 多大嘛 反正被评比一下 你反两个商量嘛 嗯 那你买房子打算全款还是贷款呢 全款 全款还是贷款呢 全款 全款 你的心理预算的话 打算用多少钱来买一套房子呢 两百多个打不留嘛 为了想我给他一个稳定的生活 要买房子 这点我可以完全满足他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这些关系你能够处理得很好吗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是北方人 你是南方人 他们会接受一个北方的一个女士 就是女人的话 走进南方的家庭吗 只要我们是珍惜相爱 没说你是北方人 你就是外星人 他们都会接受的 我不是很喜欢做饭这一点 应该算是小缺点吧 你能接受吗 没事 外面吃都是一样 点外那种舒适的饭点 另外我也是对感情很专一 一旦爱上一个人 就会百分之百地投入 彼此真心相待 如果说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两个彼此包容 毕竟是人到中年 还有一个磨合 彼此呢 就是包容对方那些缺点 张大哥了解的差不多了 那么待会儿呢 肯定就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我先私下把你叫过来 想听一听 你接下来自己 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对他还是很满意的 我就要用他的名字 写手藏头诗 你打算就是通过做诗 这样的方式 最后来做一个争取 同时我在今年争取 把房子拿下来买的时候 打算近期买一个200万 全款用200万买一套房子 那我想问一下 就这个事情本身 在不在你的计划之内 以前不在 但是现在已经跌入 人生的计划了 今天定下来的 是 昨天你都没有这么想 昨天我 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 太草率了一点啊 尤其是人生的很多事情 只能够计划嘛 人生如果都能够计划 那是没得啥子缺 那可是人生有很多 大的东西是需要 你之前有计划 才能一步一步去实现的吗 因为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等到一个人出现 那我想问一下张大哥 这200万之前 昨天你是打算用来干嘛的呢 以前就是打算 路四水谷 全世界或者全国 我的女友 但是现在我觉得 有了她就有了这个时间 这个钱 房子是为我们的围来 这些话说的真的是 一套一套的 我觉得 哎呀就是我的这方面 我的这口才上面 我真的我要向你学习 不是我没得口才 我只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张大哥 如果今天女嘉宾没有选择 跟你在一起 这200万你打算 还用来买房吗 拒绝我也要买 不周游世界了 那你买给谁住呢 他就不跟你在一起 你喜欢的人又不跟你在一起 谁知道 你就认为他 你不守空房啊 你是想我们两个不在一起吗 我没有啊 我说假设这个情况出现 没有假设 那你现在你不敢 你现在能肯定 他就会选择你吗 我觉得可以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我的内心 来自于我对他感觉 来自于他对我的感觉 他对你什么感觉 他对我感觉还可以吧 男嘉宾决定 用钱半生的积蓄 全款买房 那么信心满满的男嘉宾 又是否真的能够追到 心爱的他呢 接下来呢 我就把男嘉宾叫过来 好 看一下他在最后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说 好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再思考一下 自己最后的一个决定 好不好 来张大哥 好 来我们面朝大家 好 好了 天思马上就按下来了 其实今天 你们也 通过几次的聊天 对对方的印象 应该也是越来越深了 那么到底自己心里边 对于未来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是怎么样考虑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 进行这个选择 那选择之前 张大哥跟我说 他还有一番话 想要说 还有一种心情和态度 想要表达 那我现在要把这个时间 直接交给你 好不好 就说我还想为你写一首诗 谢谢 谢谢 长头诗 等家前掠 只交人 愚人多彩 不许臭 花儿不识 非我远 美人相伴 耿风流 就觉得好像有人喜欢 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寄信发挥 为我写了一首诗的话 至少在这一点的话 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当然我的怀抱 能够温暖地 曾经孤独地心 好 谢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出来维持一下秩序了 你出来干什么 我怎么不能出来呢 我是你今天 你们两个介绍人 你太帅了 你怎么 等一下 我是你们今天的介绍人 我就肯定要 我出来维持秩序了 张大哥刚刚非常主动 大方地伸出双臂 应该是在今天 整个相亲过程当中 不是第一次了 在之前 你们俩互动唱歌的时候 他好像完了以后 也是想抱一抱 对不对 当然这是 作为男士的主动 大方 和他自己的一种态度 但话又说回来 你想去抱一个人 你还得看对方的态度 对吧 所以干脆我们接下来 就大哥最后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来作为最后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愿意 给他一个机会 两个人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就请你接受 他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那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那你就可以转身离开 我们让大哥继续 去拥抱他未来新的生活 好不好 好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他还是比较真诚的 我就觉得给你几个机会吧 我考虑一下 还是可以再多了解一下 当他和我拥抱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全身的脂血 一下子就冲到了天灵盖 全是我的激动 咱们今天邓杰给了你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也是给了你们 共同一样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就希望你 Rucci Shoes加油感 尽早地去实现这个愿望 把这个愿望变成 你们美好的生活 好不好 会的 会的 那最后我们也再次地 祝福你们 谢谢 我们今天期间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湖西映城二楼 凡人游喜 线下互联服 中心来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但愿你们幸福 但愿你们走到 自己的爱情